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台南市巴克里公园近来出现一只喜鹊,会跟人琐事,不少大小朋友都找它玩鸡胃食。 任养公园的里长李仁慈说,这只喜鹊已连跟它三天,还所讨食物吃,到了假日成了公园的明星鸟。 台南鸟会鸟有则忧心它对人类失去戒心,如果碰到不友善的人就比较危险了。 本身也是医师的台南鸟会理事长潘志远说,喂食,接触野鸟,也可能导致人类与野鸟的病毒交流突变,产生新种的病毒。 站在医学的角度也不建议人类喂食野鸟,与野鸟过度亲近。 而且喂食的食物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评估,有可能会喂食不健康或是营养不够全面的食物,反而影响野鸟的生长。 李仁慈说,这只喜鹊在巴克利公园已近一阵子,假日好多大小朋友和他玩,已成了公园的明星鸟。 今天上午,他在捡垃圾时,他一直跟在他的后面,到今天为止已跟了三天,还会飞到他的肩膀和头部,并索讨食物,吃完就不跟了。 由于他并不怕人,怀疑应该是曾被人饲养过,并起养在公园,台南鸟会救商族表示,这只喜鹊是被人弃养,经鸟会救商族带回照护后,并进行野化训练,于二周前野放后飞到巴克利公园。 除了锁食之外,他倒是在巴克利公园适应得很好,也会自己在地上翻找东西吃,也会去池边喝水。 其实,他已会自己觅食,可能还习惯依赖人类,考虑把他带回再进行野化训练,再也放置较少民众出入的地方。 鸟友高康民表示,希望民众不要为他,不要太亲近他,但是这应该做不到,如果让他一直依赖下去,对人类失去戒心,万一碰到不友善的人就比较危险了。